没他大那我就开个小商店 我挣这一份钱就行了 人家李嘉诚有本事人家赚钱 他认为这种贫富差距是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今的社会 有时候仇富现象很严重呢 那是由于贫富差距不合理 比方说我和另外一个有钱人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我这两下 他没有个好爹吗 哎你一这么想 往往你心里就有股不平直气 所以这股气一发散 就是我们社会的一种仇富心态 因为他获得财富 并不是靠他的真财实学 而是靠其他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东西 或者说先天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有个好爹 如今我国的贫富阶层 已经呈现一种固化状态 穷人要想跨到富人的世界 难度紧高 穷人们离富人的圈子越来越远 可以说是高不可攀 各种资源不倾向于穷人 也使得穷人们致富需要富富的更多 由此发言的贫富分歧 也就越来越明显 社会共识越来越小 基本呈现出对立的状态 中国当今社会 贫穷阶层出现了一种固化现象 就是有钱的越有钱 没钱的越没钱 我们曾经科学界管的叫马太效应 其实我们现在说这事就是 贫富阶层已经固化了 就是贫到负 这种流动 很少见 你很难见一个一穷二白的人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就成为了一个富人 这个机会在我们社会过去有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 穿着五万块钱上海南 最后干啥了 可是这些年你琢磨琢磨 致富的门槛是越来越高 当年我说那位朋友 五万块钱到海南干房地产 现在你拿五万块钱贷房地产 你拿五百万五千万 你都不一定能坐得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富的门槛是越来越高 而且富的人和富的人联络越来越多 穷人缺少这样的资源 这种情况呢 我们似曾相识 在南美的发展过程当中 巴西亚跟庭发展都有过这种情况 就比方说这个社会 有钱有权的人联系到一块的 比方说 我手里掌握着权力 比如我是政府官员 那好 你是律师 好 那么我通过咱俩之间交往 我又占据了法律的强势 那么这个律师呢 可能跟另一个商人交往 又占据了金钱上的强势 这个商人和政府官员往来 又占据了权力上的强势 他们结成了一个网 而穷人没有资源 没有门槛的 是很难进到这网里边 也很难往上门社会流动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 在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贫富差距很大的苗头 那么这个时候 苗头一个突出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贫富之间出现了截然对立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大家上网 你有时候会发现 假如某个人是我们想象中的精英 强势群体 他不论说什么 在网上有一些跟贴的弱势群体 都是骂声一骗 不对 不对 就是好 就是不好 就是不好 已经是骂 这种骂 都已经超越了理性的半熟 他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贫富之间能达成的社会故事越来越少 甚至这种故事有破裂的危险 贫二代和富二代比起来 没有背景 没有关系 这样的社会壁垒导致了两个阶层的固化 第一层社会成员 想要改变地位 向上流动的机会再逐渐减少 如果这种状况再这样下去 长期得不到改变的话 对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 社会和谐稳定都非常不利 前些日子 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对贫穷世纪问题进行了解析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里深入做了分析 讲了贫穷世纪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会形成世纪呢 那是因为富和贫之间 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天籤 这个富网络知力越密 这个贫人很难进入到这个网络当中 所以说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的 我们社会现在这种共识 出现了有一点破裂的迹象 那么就在于贫富两个阶层越来越固化 越来越不流动 但是我们分析这个穷二代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穷二代的产生和我们社会发生发展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你把文章当中说到这个观点很好 就是贫二代的产生 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建设 没有跟上经济发展 经济高速发展了 城市化有什么GDP飞速增长 但是我们社会公平正义 这方面的一些社会领域的建设 没有完全跟上 它本来呢 应该是配置给社会领域的资源的 都配置给经济领域了 比方说我们医疗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 这些事情过去我们都干过 本来这个领域之内 应该先引进一些社会政策 当中弱势群体 但是呢 我们在引进社会政策的同时 把经济政策直接引到这个社会领域了 完成高端资源配置 加高者得 结果呢 是若是群体得不到保护 若得不到保护 他们这些贫穷的一些基因 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到下一辈没有更好的人脉 起点就输给人家 就这么的贫穷 一辈一辈传下来 这就是人民日报上讲那种贫穷世纪 就这么回事 人民日报的撰文揭示了贫富分化的深层原因 贫二代的产生固然有其特殊的原因 但纵观整个贫二代 我们还是可以依据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将其分为两例 没询问的人是贫二代 我询问的人可能依然是贫二代 知识改变命运 一句曾经多么响亮的口号 一句曾被无数人奉为真理的话 如今却引来了悲哀的质疑 大家要注意 这个穷二代不都是一类人 我在这里把穷二代分成两类 一类是没有经受过高等教育 就我们现在讲就没念过书 过去说没念过书 只没念过小学什么都没念 现在说没念过书 往往意味着你没受过高等教育 因为高等教育在中午 我毛入学率现在是30%了 一些大的城市基本都是70% 所以高等教育成为一种普及教育的时候 我指这个就是 一部分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穷二代 一部分是经受了高等教育的穷二代 这两类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社会要避免这个 说是贫二代 不能一辈传一辈 那么也必须解析这两类穷二代的产生原因 比方说第一类 我们说没受过高等教育 说白了农村孩子多 因为城里的孩子一般来说 高中教育完了之后 哪管上个大专上什么都受过点高等教育 农村孩子为什么好都没受过高等教育 咱首先就说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 在农村呢 不少的家庭非常群困 读大学要交学费 往往交不起 所以农村的贫困 使很多孩子失去了教育起点上的一种公平 那么这些孩子我们注意到 他不是就在农村待着务农 咱们有首歌叫希望的田野上 什么这个人们的什么家乡在人们的劳作中变样 要是老人们举背孩子们欢笑 什么小伙弹琴 姑娘歌唱 这么个词 但是你现在到中国农村看看 你看看这希望田野里唱的这个内容 还能有多少乡村存在 有老人有孩子 你看看中间姑娘小伙干啥 有几个在农村待着 呼呼啦啦都出来打工了 那孩子稍大一点 甚至小时候都被爹妈给带到城里边下来 也就是说中国这种大愿的城市化 农村向城市里转移了商议的人口 那么这个商议的人口转到城市里边去 出现问题 他想接受高等教育 可是他的户籍都在城里边 那么你无法在城里边高考 这是现在很要命的一个问题 我不妨给大家说一个 我们现实的条件 你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残酷 但确实是现实 比方说你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待着 比方说一个大酒店很漂亮 条件也好 进里边这个免费的茶水呀 沙发一坐很舒服 那么如果人人都能进这个酒店里 都只能好都来 什么都免费 这酒店就得挤着 那简直人山人海的 比方说北京 最好的学院 最好的医院都在这里 那么这么好的优质资源 人人都想进来 那都进了以后就会造成人口的爆炸 怎么办呢 那一定得设置一种杠杆和制度 让一部分人进来 一部分人不要进来 什么呢 在现在这个阶段 最管用的杠杆就是经济杠杆 就说 降高者得 这市场经济原则 有钱的人进的都是理的 我有钱呢 我可以购买这种服务 我可以享受的这个东西 还有第二种 就是户籍杠杆 我是户口在这 你户口不在这 你不能来 那么 其实户籍杠杆的这种不公平 要大于经济杠杆的不公平 经济杠杆 降高者得 怎么说还倒比这个户籍杠杆 更具备一种合理性 那么我们看不少城市里 现在限购房 限什么 其实是想干嘛 就是害怕这个城市的容量太大了 不管是什么样阶层的人 都到城市里享受优质资源 那么说到这 有人说那 实在不愿意在城市待 待不下去 怎么办 回农村吧 也有的人说 那你农民 如果要遵守他地 自由的卖了 那卖了地的钱 都归农民所有啊 他们进城里来了吗 现在其实也存在这个现状 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二代 已经不像他爸爸他们似的 把钱寄回到农村 他们自己花还不够的 还得让农村爹妈给他们拿钱的 所以在城里 他就成为了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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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